2003年8月的时候第一次在New Jersey有北美学人学者的成全训练 那次实在是非常的荣耀 那一次呢有成弟兄也带着我们台湾的弟兄们一起来 那林宏弟兄当时就说哎呀我们的反应太慢了 因为这个这里实在是有圣灵的工作 他说我们明年啊台湾每一年也有这个亲子的特会 我们一定要跟上这个圣灵的水流 所以到了04年的时候 讲到荣耀的意象和十字架的道路 那个时候那一次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 这个这一个复兴 结果那一次呢我们就把同样的题目和负担就带回到台湾 带回到台湾 结果就带进全台众造会 一个大复兴 而且是带来全台众造会的一个奉献的流 那里不仅是个人奉献 更是一家一家的奉献 而且那里的全时间的奉献 这些青年人都是趋之若鹜 大家都抢着报名 是吴有成还踩刹车了 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在那里就是 百姓来帝欧那时候就说 我们在纽州这里是这个火山的 他说到了跨国太平洋就变成火海一片了 当时我当时04年的时候在台中教会服侍 那那个时候整个台中式造会 不仅台中如此 从北到南 从南到北 众造会都有一个奉献的流 我们在台中也是这样 一家一家的上去更新奉献 这个实在是说出 于弟兄在这里的服饰 真的是把我们带到点上 这个于弟兄曾经说 这个李弟兄他不论到哪里 他就传福音 第一传福音 第二建立照会 第三教导真理 第四带人奉献 还有一个奉献包括第五 就是要奉献财物 不仅奉献自己 奉献财物 就是 其实这就是使徒的凭证 你如果能够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因力兴起 借着你传福音 人得救 而且行成造会 大家都热切爱主 装备真理 而且在这里奉献自己 奉献财物 一切全奉献 一切全摆上 这个就是使徒的名正 李弟兄无论到哪里都是这样 那我们也看见于杰林弟兄 他也无论到哪里 也是做同样的事 我们的确是因着余地兄的强而有力 简洁的话 在那里 我们都得着复兴 全台岛得着复兴 当时我还记得 后来在加拿大 这个British Columbia 就是温哥华旁边 有一处造会 叫Richmond Jurgeon Richmond 就是列治文造会 他们也有一个 他们的东令的一个活动 他每一年都有 那一年他们也特别邀请 从台湾去的同工们 就那一次 友臣弟兄 就派欧阳弟兄 欧阳嘉丽和我 一起到了加拿大 去扶持他们 结果在那边 也不是我们说什么 也是同样的 就带进一个奉献的流 哎呀 我们真是吸其主的座位 这个 你只要在这个流中 就都满了圣灵的祝福 满了圣灵的工作 那 所以呢 这个火 这个圣灵的火 从太平洋的彼岸 横跨太平洋 再回去 烧来烧去 全球啊 就都满了奉献的流 这是我们 印象极其深刻的 也就是因为 余弟兄在这里带领 那 林宏弟兄 也在这里说 我们要紧紧跟随 感谢赞美族 那 之后呢 像这样的一个奉献 在纽约西那里 学人学者的训练呢 又得住了上百成千的 国内来的圣徒 好多人都奉献 也都在这个 有份MSW的服饰 这个实在是一个 太荣耀的一个事情 那后来呢 那台湾这边也常常有 许多的圣灵的行动 所以啊 纽约西那里的圣徒们 还有很多国内来的圣徒 都常常有机会 到台湾来 一同交通 一同蒙恩 我们真是觉得 那段日子是何等的甜蜜 这样的情形 大约有十到十一年 之后 主要引导我们 就接着就有工商团体的 交通服饰 后来也有到海外的香调 无论如何 接着这样的香调 就兴起许许多多爱主的人 在各地爱主 那些奉献 都让我们非常的难忘 比如说有一个弟兄 他在美国拿到学位以后 他的爸爸妈妈 从四川来 他就约他到纽约西 他爸爸说 为什么要去那边 他你来了就知道了 他就想 哎呀我的儿子是耶稣迷啊 那我一定要去救他们 结果被接待在纽约西的 也是一些国内来的 弟兄姊妹们的家里 他一想哎呀 这我不定要救我儿子 我要救他们啊 结果才没聚过几天啊 第三天第四天啊 他和他的太太啊 就两个人就在主面前就奉献 他说啊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 我这个奉献单上填了名字 下面的让主来填 我就直接 哦 这个是我们亲自看到的啊 好多这样的故事 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啊 这个 这些也都是借着余杰林弟兄的服事 我们感谢主的仆人在这里 对我们的带领 荣耀归给他 阿们